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出现长套叠的最典型的一个表现 就所谓叫静联性的腹痛 所谓静联性的腹痛 他腹痛的时候小孩表现的几乎就感觉到面色 有时候会发现面色苍白 然后可以出现粗汗 偶尔可能会当时在发作时候肯定会不让你抱 也会出现巨难这种情况下 而他过上一会儿 慢慢这个腹痛他就会减轻 就是平常讲的一阵会重 一会儿会轻 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所谓静联性的腹痛 这是应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长套叠的一个表现 碰到这种情况下 家长要非常的要小心 要尽早的到医院来请医生来看一下